這次我們之前有介紹給大家過 這個牌子它有一個網頁 然後它其實算是台灣的代理公司所代理的 然後做的東西都很好玩 有些是很日系 有的是感覺是很美式風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它的香膏 等一下喔 給大家看 你看這一個它算是乳霜 比較膏狀的乳霜 香香的 然後擦起來啊 就可以很滋潤 剛才去過厚撿的地方 輕輕的擦在手指的周圍 因為它的滋潤度很夠 所以可以這樣擦 它不是像乳液一樣 一推開就沒了 它會附著在你的手上 一段時間 它要保護你的手 所以大家一定會想說 奇怪 為什麼我每次去完角質之後 那後撿還是死皮一樣就馬上又長出來了 所以一定要勤做保養 或者是用乳液來擦身體 然後這個乳液我拿出來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是長被炭 它有攜帶負離子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聽起來就覺得好厲害的感覺 好的 那這個乳液 也給大家看一下喔 唉唷 流出來了 好可惜喔 好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是有點像凝膠狀的 很清爽耶 是適合下行用的 是長被炭 大家知道長被炭可以拿來做很多的功用 除臭啊 或者是甚至有的人可以拿來煮米啊 感覺就是吃起來的米會比較健康 背長炭 喔 對不起 背長炭 對對對 背長炭 我剛剛講成長被炭 背長炭 你看用起來它有淡淡的香味 然後也比較保濕 背長炭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功用 好 然後這時候你擦完了乳液之後呢 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保養呢 因為你的手啊 腳啊 上面的死皮去除掉之後 你趕快擦乳液 讓它快速吸收 而且吸收的效果要比別人更加倍 這時候你可以在腳跟穿這個小襪子 這個小襪子 你看喔 腳跟的小襪子 翻開來 它有 有點像橡膠或是矽膠的材質在裡面 矽膠材質 凝膠 凝膠的材質 這個膠襪啊 你看喔 它裡面是不會透氣的 就是 不是不透氣啊 就是它會把水分鎖在腳上 你把乳液擦完之後再穿上這個 然後就可以這樣包住你的腳腳 睡覺起來就已經做好一整套的保養了 有沒有超方便喔 我覺得是超懶人的保養法 所以大家如果平常趕時間上班啊 或是上課趕時間 沒有很多時間來做保養的話 大家就可以穿這種襪子 一擦完乳液 一擦完乳液之後 睡覺前就可以套上腳跟的這個小襪子 然後包著睡覺起來就做好保養了 有沒有覺得很快速 在這個地方 很可愛喔 好的 今天要推薦一些好用的東西給大家 然後是我自己用完之後覺得還不錯的 只不過啊 最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 用完之後要擦乳液 擦乳液之後才能讓皮膚快速吸收 而且不會這麼快再長出那個硬皮出來 提供給大家我的分享的那個 有平常用的一些好玩有趣的東西的經驗 好的 那希望各位追求完美的善男戲女們 可以好好的參考一下囉 那佩玲愛飄飄的官網上見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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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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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